黑格今天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说,英国已要求所有伊朗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开英国,并立即关闭伊朗驻英使馆。 但他同时强调,这一决定并非完全终止两国外交关系,而是将对伊关系降至维持外交关系的最低水平。 黑格还说,英国驻伊朗使馆遭受攻击,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允许。 冲击使馆的绝大多数抗议者,来自政府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。 在冲击过程中,英国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所遭到洗劫,使馆主楼遭纵火,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也被偷窃。 此前,英国已经决定撤回所有驻伊朗外交人员,并关闭受冲击的使馆。 英国政府昨晚证实,所有英方人员全部找到并未受到伤害。